六字诀 大家好,今天我想尝试用最前摆最简单的方法 来和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六字诀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知道六字诀的功能是在于 可以调动脏气以达到血气通畅阴阳平衡 那因为我们要调动这个脏气 所以我们必须需要一个导向 那这个导向就是六字诀中的字音 或者是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声音 那比如 这个虚字诀 它的导向事实上是于 而这个于是比较低 然后有震动的一种声音 这个科是科呃 这个呃也是需要一个比较低沉 有震动的声音 相同的呼是呜 吹是呜 那不只是说念于 那不只是说念于 而是于 低沉 有震动的 那才是可以作为导向 好 那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要知道 人体要产生声音的话 有两个呃 这个部位是需要 这个呃 可以完善操作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会操作这个呃 呃 颈 后面这里 那个是 之所谓的 发音的 字点 第二是 臀部 怎么利用臀部 怎么利用臀部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 这个呼吸的字点 这两个字点是要呃 呃 呃 可以 我们要可以操作它 才可以啊 呃 这个呃 有一个很好的 人体产生音的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操作 好 也因为 这些我们已经说过的这几点 所以 把它现实 把它实现的时候 那 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四部 或四个层次 或四个次第 第一呢 首先 就是 先 这个 练习 这个 呃 用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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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 �今日 比如说虚子就是用那个空间 很松很自然的 在那个地方产生那个员的声音 那个是第一步 有这个声音产生之后 它当然就会比如员 员之声它会调动肝脏 因为虚子解是肝脏 是在调动肝脏 那每一个字解都是这样以此类推 那个是第一步 那这个就已经可以调动相关脏器了 可是这个还不够完全 比较完全的是我们要这个进下一步 下一步呢就是先要练这个呼吸呼吸 是所谓的这个提音收腹练臀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这个操作这个呼吸的字典 掌握这个呼吸字典 因为我们说过人体在产生这个声音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颈后和这个臀部的操作 那在这个 这个之所以收腹提音和练臀的时候 有一个要小心的就是在做这个时候 不能用力导致内脏的紧张 所以一般都是围提这个前音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练臀 把这个臀练进去 这样子做法呢就不会导致这个内脏的紧张 这个是第二步或者是第二个次第 当这个次第已经练熟之后 把它加上我们已经练熟的这个应用 这个声源去这个启动这个导向的声音 就是好像刚才发那个鱼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用这两点 就是用这个声音的字典和这个呼吸的字典 在那个时候 这个鱼字 比如这个C 开始的时候 这个如果说这个用这个 只是用这个声源 这个声音字典这一部分 发音字典这一部分 比如说这是 可是当你用这个 臀部加入的时候 全面的时候就变成 就是一个这么的一回事 那如果说 第一个步的 第一步的是启动这个 导向 那它有这个 脏气会有震动 可是如果说这个声源 这个发音的字典和这个臀部 一起用的时候 一起启动的时候 那这个震动就更大了 好 那就更全面了 那这个是第三步 那第四步呢 或是第四个次第呢 就是这个如果纯熟之后 就可以继续的去这个调整 这个导向 让它更这个可以很轻松的 这个调动这个脏气 或震动这个脏气 好 因为 开始的这个 所谓的导向 比如那个虚字念语 那个 不见得 是很准确 可是呢 它是在一个 幻围之内 是在一个 有效幻围之内 等到第四步的时候 才调整 更准确了 因为个人的音数 可以调整更准确 在那个时候 这个发音 也慢慢的 变成越来越 小声 而不是 比如 开始才刚练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 声炎发 到这个时候 如果说用前 这个 两点 两个字典操作 前声 这个操作的时候 就变成 那就不同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次第 那六字诀呢 我所了解 就是这么一回事 终究是要为了 调动这个 相关脏气 那开始的时候的练习 就是只能用这个 发音的字典 然后 这个 练习这个 这个 浮湿呼吸 和这个 怎么 这个 操作这个 呼吸的字典 然后 把它 合起来 然后 把这个调动 这个 提升成 更有效 然后那个 这个时候就是 第三个次第 第三步 第四步 就是 既然可以全身 这个 调动这个 这个 脏气了 再继续的 把这个 这个 导向 调整的 更 精准 所以这个 就是我了解的 六字诀 大概就是如此为 恶意